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六个考点 汇票三星考点当中哪些是比较高频的内容 第一个汇票的类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分类 第一个出票人的不同 分为了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那银行汇票的出票人就是银行商业汇票的出票人 就是一般的商业企业 第二个成对人的不同 块一商业成对汇票和银行成对汇票 这个主要是对谁 对我们商业汇票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分类 我们之前也画过类似的图对吧 商业汇票因成对人的不同 成对人是银行 信誉更强 那银行成对汇票 如果是一般的商业企业 那就是商业成对汇票 第三个付款日期的不同 分为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时间短的 即期远期的 是有一段时间间隔 第四个到期日不同 分为了这四个类别 见票即付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付款 这四个类别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出票 这是我们的票据行为之一 块一出票的款式 先来看第一条 绝对不要记载事项 必须得写不写不行 来看 括号一表明汇票的字样 你这个字样基本上哪个票据 你都会看到什么什么的字样 对吧 括号二 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括号三 确定的金额 括号四 付款人名称 括号五 收款人名称 括号六 出票日期 括号七 出票人 签章 那口诀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签字 委托收付款 金在这里指的是金额 金指的是金额 在这呢 确定的金额 日 日是啦 日期签字 看了一下 字就是字样 签就是签章 签字就是拆开字来啊 委托收付款 委托那就是无条件支付的 委托收付款 那就是收款人名称 付款人名称 今日签字 委托收款 必须记载 好 不包括付款日期啊 因为在我们口诀里本身也没有提示 单位出票人的签章 因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 或者是公章 加其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 盖章或签名 加盖章 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票据 不效 因为对于出票人来说 我们要求就是从严啊 第二个 相对记载 实相来看 括号一 未记载付款日期的 是为建票 寄付 也就是没写没事 会给你一个默认的规定 括号二 未记载付款地的 以付款人的营业 场所 住所 或经常居住地 为付款地 括号三 未记载出票地的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 住所 或经常居住地 为出票地 提示 票据到期日 属于票据的相对必要 记载 事项 接下来 第三条 可以记载的事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任意记载 事项 爱写不写 括号一 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 不得转让 字样的 会票 不得转让 也就是一旦你写了 那就会起到这么一个进转的效力 但你不写呢 也没事 对吧 那就正常流转呗 取决于你到底要不要记载它 提示票据是文艺证券 未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 而在买卖合同中写明的 不发生票据法上的一个效力 这句话 就是文艺这个性质 如果你理解了 不管它出什么类型的 你都能够知道 只是它跟我们的不得转让 做了一个相当结合 在合同上写的 那没在票据上写 没有这样一个进转的效力 括号二 如果收款人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他人 背书行为无效 取得票据的人并不因此而取得票据权利 因为这是对我们干嘛不得转让的一个解释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即可 第四个 不产生票据法上的一个效力 出票人关于汇票的签发用途的一个记载 以及有关的利息 违约金的记载 均不具有票据法票据上的一个效力 你该写进合同里就写进合同里 因为有一些记载是像 干嘛超越了我们的一个票据法的一个范畴了 但可能会在民法呀 或其他的方面产生相对一个约束的力量 好 本页当中重要的就是这个提示啊 接下来来看一下 括号二出票的效力 第一个对出票人的效力 出票人成为票据债务人 承担担保成对和付款的责任 因为你是万恶之源 从源头上就是因为你没有付现金 然后出了一张票才产生了这么一大堆的事情 第二条对付款人的效力 括号一付款人成为票据上的关系人 他只是关系人 原因我们解释过 你不能没事 你俩出个票给别人设置了一个义务 对吧 括号二付款人并未在票据上签张 并非票据义务人 但成对人如果你在上面签张 那你就是有一个付款义务了啊 第三条对收款人的一个效力 收款人取得票据权利 包括付款请求权追索权 以及我们的背书等方式处理其票据权利的权利 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三个大标题 成对也是我们票据行为之一 首先来看括号一程序 第一点提示成对 括号一定日付款 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成对 括号二这个比较特殊的票种 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 应当自出票日起一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成对 它比较特殊啊 我们解释过期限啊 不符啊 持票人丧失对出票人之外的 其他前手的一个追索权提示 支票本票和银行汇票 属于鉴票即付的票据 无需提示成对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银汇银本支啊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支票 属于即期票据 银汇银本支属于即期票据 无需提示成对 第二条成对无效 成对付有条件的 视为拒绝成对 也就是说成对行为因此而无效了 也就是成对不能付条件 对吧 总之你能够垫来倒去的 把它给说明白 成对不得付条件 成对付条件 视为拒绝成对 成对行为因此而失效 第三个 失效怎么办啊 该追索就追索去 对吧 想办法去 第三个付款人成对或拒绝成对 付款人应当自收到提示成对的汇票之旗 三日内成对或拒绝成对 成不成对 给你一个时间的一个约束 不成对 人家好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该追索 追索 好 括号二 效力 第一点来看 对付款人的效力 付款人成对 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 因为你没有成对 还好 你只是个关系人 但你一旦成对了在上面就要签章 你就成为一个相当债务人 括号二 成对人是票据上的主债务人 承担最终的一个追索责任 我们在讲主债务人的时候也提及过 对吧 好 括号三 持票人即使未按期提示付款 或者是依法取证 也不丧失对成对人的一个追索权 跑不了的就是出票人和成对人 第二个 对持票人的一个效力 经成对 持票人即取得什么 对成对人的一个付款请求权 一旦经过成对 他就告诉你 没事 倒起来找我要钱来吧 他同意了 对吧 承诺对付 提示 成对人不得以其出票人之间的一个资金关系 来对抗持票人 拒绝支付贵票金额 对吧 跟你有直接往来关系的 你可以对抗 跟你压根没什么关系的 你不能抗接人家 第四个 背书 来看 括号一 背书是指 持票人未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 或者是将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 在票据背面或站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 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一个票据行为 在这里面 你要把它跟我们的贴线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啊 好 当然贴线也是背书的一种 只是贴线更多的是只有那些经过特许 经营的啊 那些金融机构才可以去做提示 对于电子商业汇票来说 背书指的是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当中的相应的行为 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一个背面和站单啊 所以我们整本书探讨的更多的就是一个什么纸质的一个票据啊 括号二类型分为转让背书和非转让背书 那主要是探讨的是所有权是否发生了转移 那转让背书是比较常见的 非转让背书并没有导致所有权的转移 括号一它分了两个类别啊 括号一啊 我们的委托收款背书括号二质押背书 也就是说委托收款背书本质上并没有把所有权给它 它能不能再卖给别人或转让给别人 不行 因为不是你的东西 那质押背书同样的一个道理 在质押期间内 它并不所有权也并非属于你 那能分清这两个是典型的非转让背书啊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箱的款式 绝对不要记载事项 圈一背书人签章背背书人名称 背书人未记载背背书人名称 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 在票据背背书人篮内记载自己的名称 与背书人记载就有同等法律效力 也就是这句话你要知道 不要以为他是自己在上面写一写 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 那就不行 可以的啊 圈三背背书人的名称 虽然是背书行为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但是背书人未记载该事项 并不导致背书行为无效 而是可以授权啊 让语人予以补迹的 最终你给我写上就行 相对记载事项 背书未记载日期的 视为在票据到期日前 背书也就是你这日期应该写 但你没写没事 我给你个默认的规定啊 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任意记载事项 圈一背书人在会票上记载 不得转让字样就是爱写不写的 这些叫任意记载事项 但你写了不得转让字样 它就会产生票据法则的效率 如果你没写 那也就不会啊 所以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心意 其后手赛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 对后手的背背书人不承担 保证责任 只对直接的背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 不要被他的背书人背背书人 对吧 这些背背呀什么的一大堆的 给你打晕 只要你能够知道逻辑关系 画一个A和B 在本章当中一定要去画一画 就清楚了 却按电子商业汇票的背书人 记载不得转让 事项的汇票无法继续进行背书转让 所以我们探讨比较多的 也就是指质 因为一旦是电子的 没啥可出题子了 对吧 条件背书 背书不得付有条件啊 原则上不让你付条件 如果背书真的付了条件呢 所付条件不就什么票据法上的一个效率 言外之意就是条件无效 背书是有效的啊 部分背书将汇票金额的一部分转让的背书 或者是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给两个人以上的背书 这种部分背书背书是无效的 要背就整体全都背走 是吧 委托收款 背书在实际工作当中 大多数商业汇票均由持票人委托自己的开户银行 作为代理人来提示付款 因为银行干这个更加专业嘛 块一 委托收款背书 除了背书人签章和背背书人名称之外 必须加上委托收款啊 这样的一个字样 其实为了就是做区别 我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委托收款背书 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让背书啊 或者是脱收代理这样的一个字样 作为一个绝对不要记载事项 跟我们一般的转让背书做一个区别 让别人知道原来他没有所有权 对吧 块二 通过委托收款背书 被背书人取得代理权 但并未取得票卷权利 因此委托收款背书的被背书人 不得再背书转让票卷权利 那这句话你要不要记一记呢 个人觉得还是值得一记的 虽然你理解了 对吧 所有权不是他的 对吧 他没有票卷权利 所以他不能再背书转让票卷 好 来看质押背书 块一 质押背书的款式与转让背书基本相同 但是必须记载质押或设置担保这样的一个字样 作为一个绝对不要记载事项 原因还是要做出相当区别 因为我们毕竟是看的是这张票据 假如没有做该项记载 怎么办 在形式上我们就构成了一个转让 背书认为他取得了票卷权利就是他的 对吧 括号二 以汇票设定质押时 出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 未在票据上签章的 或者是出制人未在汇票站单上记载质押字样 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的 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上的一个质押 因为我们看的是这张票据 对吧 括号三 票据治权人的权利 缺一 有权也相当于票据权利人的地位 行使票据权利 包括行使付款请求权追索权 缺二 来看 质押背书的背背书人 并不享有对票据权利的处分权 因为我们说了通常情况下 这个区别于我们的转让背书 是吧 票据治权人进行转让背书 或质押背书的背书行为无效 压根就不是他的 因为该写的事项我都写上了 是吧 但被背书人可以进行委托收款背书 我们不让你转让 是因为你没有票据权利 但你进行委托收款背书 它本质上也没有导致票据权利的转移 只要你没有导致票据权利的转移 还在人家原来的票据权利人手里 你怎么都可以折腾 对吧 别从人手里折腾没就行 所以此时你是可以进行一个委托收款背书的 权三 票据治权人有优先收藏权 出质人 我们的背书人如有其他债权人 票据治权人及被背书人 享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一个权利 这是我们跟目前呢 又做一个相应的结合 好 我们来看 括号三 背书转让的一个重要规定 第一个 不得转让背书 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及过 你也不会太陌生了 假如背书人记载不得转让 则对于后手的被背书人啊 不承担票决责任 也就是后手的后手 根据相关规定 电子商业汇票的背书人 不得转让 记载不得转让 事项的汇票无法继续进行背书转让 有的时候我们会叫后手的被背书人 有的时候也会叫后手的后手 你能够理解 从理解的角度去切入啊 第二个 回头背书 持票人为出票人的 对其前手我追索权啊 持票人为背书人的 对其后手我追索权 也就是你不能到最后 到你自己手里了 你自己还是一个出票人 然后你再去追别人 因为源头大家都要追你 你再去追别人就不行了 是吧 第三个背书连续 圈一 以背书转让的票据 背书应当连续 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 证明其票据权利 A转给B的 B转给C C转给D的 我能看出来 中间是没有断档的 怎么来的 谁给谁的 到你手里了 现在我是能够看清楚的啊 圈二 非经背书转让 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到票据 依法举证 证明其票据权利 非转让背书 不受背书连续的一个限制 四 票据贴线 票据贴线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 前面提及过 只有经批准的金融机构 才有资格去从事相关的业务 否则呢 一般的人 那你从事的也是无效的 其他组织与个人从事票据贴线业务 可能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甚至是刑事责任转让 背书这样的一个行为是无效的 因为贴线它也是特殊的一种背书啊 贴线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这种情形下 票据行为无因管理理论 就不再适用了 适用强制 也是一个无因管理的例外 但是贴线人 及我们的背背书人 又对该票据进行背书转让时 如果符合票据权利 善意取得的构筹要件 新的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 这个如果你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 没有任何问题 提示 我们把票据贴线和背书行为 做一个相应的比较啊 括号一 基础关系的差别 背书通常是以真实的交易为基础贴线 对此没有什么要求 因为背书转让 通常我们举的例子 你做题做多了 看到的更多案例也是 A企业要买原材料 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把这个票据 你做箱的价款 去买了这些原材料 对吧 但贴线我们一般找的是金融机构 50万元的票据 我给你 你给我45万元 他并没有一个 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 就是一个资金融通的行为 对吧 括号二 票据贴线就是一个特殊的转让背书 因为他俩之间也是有勾结关系的 括号三 票据法上关于转让背书的规定 适用于票据贴线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票据行为的保证 第五个保证款式 第一个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必须得写 票据保证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包括保证文具 也就是保证的一个字样 保证人的名称和住所 保证人的签章 这是一个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提示 票据保证是一种票据行为 必须在票据上记载有关事项 才能发生票据保证的效力 保证人为在票据或栅单上记载保证字样 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 或者是保证条款的是不属于票据保证的 你会发现他反反复复的在给你灌输 就是这样一个文艺性 我就看这张票据别的我都不管 是吧 因为那些合同啊 啥的我根本看不着啊 第二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被保证人的名称和保证日期 这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这两个要跟我们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做一个区别啊 因为他们确实有点太像了 都有保证人 保证人 被保证人 这样的一个字样 因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少 所以先见这两个 被保证人名称和保证日期 先来看 括号一 被保证人的名称 未记载的已成对的票据 成对人为被保证人 未成对的票据出票人 为被保证人 这条小心他编进一个案例里面去 问你干嘛 他给谁做的保证 因为一旦写明白了 他给谁做的保证 没有什么可考性 但就是分不清 他没写给谁做保证 他才适合编题啊 保证日期 未记载的出票日期 为保证日期啊 没写也没关系 给你个默认的规定 类似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 背书日期啊 第三个 记载啊 不产生票据法上的一个 效力的事项 保证不得负有条件 负有条件的 不影响对会票的保证责任 好你负条件 你该承担的保证责任 还是要承担 对吧 好 括号二 票据保证的效力 首先第一个 对保证人的效力 一条 会票保证人 与被保证人 负有同业责任 使票人对被保证人 可以主张的任何票据权利 均可以向保证人行使 包括在行使票据权利的顺序上 也是一致的 票据保证人不享有 先速抗辩权 这句话相对来说要重要一点 你要稍微知道 以下 括号二 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 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人为两人以上的 那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标黄的稍微为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 来看一下记载的一个事项 各类日期和相应的备注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特别的就是这几个日期 做了一个归类出票日期 是一个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呢 付款日期 备数日期 承兑日期 保证日期 也就是这几个日期不写 没关系 法律会给你一个预设的规定 并不会导致票据的无效 但出票日期则不行 对吧 付款日期 汇票上未记载的是为 见票即付 划二支票 不得记载 如记载 记载无效支票 仍为见票即付 这是他的自身的一个属性 谁都违背不了 背书日期 被记载的是为 汇票到期日前 背书 承兑日期 未记载的 也承兑人 收到提示承兑的 汇票之日期的 第三日为承兑日期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了 承兑那给你三天的时间 承不承兑对 对吧 保证日期 未记载的 以出票日期为 保证日期 几个比较关键的日期 小节二 付条件 也是我们的四个票据 行为 出票 如果付条件 整张票据 无效 背书 付条件 背书 有效 所付条件 无效 成对 成对付条件 干嘛 视为拒绝 成对 这个票据行为 就无效了 是吧 保证 保证 如果付条件 保证有效 所付条件 不就票据法上的效力 好 这几个付条件的情形 内容 括号一 追索的 类型 第一个 我们来看 到期追索 也就是到期后的一个追索 而第二个就是期前追索 到期前进行追索 实在等不及了 我要实行一个期前追索 先来看 第一个 到期追索的 票据到期被拒绝付款的 持票人 对备数人 出票人 以及票据的 其他债务人 行使的追索 到期了 我确实是拿不到钱了 没办法 对吧 我能找谁 我就找谁 目的就是为了 把钱要回来 第二个 到期前追索的情形 都有哪些 相对来说 要重要一点 持票人取得 期前追索权的情形 主要有 括号 一 汇票被拒绝成对 包括成对付条件 因为成对付条件 本身就是一个拒绝成对 对吧 导致成对无效 那这时候 你也就会发现了 这时候我还能再等吗 这个人都说了 到期我肯定不给你钱 你还能说等到期再说吧 不会有这样的确信 对吧 赶紧想办法去要钱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期前追索 括号二 成对人或者是付款人 死亡逃逆 他都死了 他都逃了 你还等到期吗 对吧 括号三 成对人或付款人 被依法宣告破产 啥也没有了 他要破掉了 也不能再等了 对吧 第四个 成对人或付款人 因违法被责令 中止业务活动的 都被中止业务活动了 赶紧想办法 能要回来多少 要回来 多少 期前追索提示 成对人或者是付款人 被依法宣告破产 不含出票人被宣告破产 因为给你钱的 有证呢 对吧 成对人付款人 所以这里面 我们是不含出票人 被宣破的 这种情形 特别留意一下这一点 夸二 被追索人的一个确定 首先来看 第一个追索对象 你可以去追 被输人 可以去追 出票人 可以去追 保证人 可以去追 成对人 想追谁 就追谁 此时权力在我们的追索人手里 对吧 追索权人手里 第二个 追索的顺序 不分线后 对其中任何一人 数人或者全体 行事 追索权都行 看谁不顺眼 我就追谁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想全追也都行 第三个 实票人 对票局 债务人中的一人 或数人 已经进行追索的 对其他票局 债务人 仍可以进行追索 我本来现在就追了 被输人 对吧 或假 后来我发现 追追的 不解气 又去追其他人 也完全可以 因为此时 我们着重保护的 就是追索权人的权利 因为就他倒霉了 他啥也没得到 别人多少都得到了 一些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 讲到题 20年的这道 多项选择题 根据票局 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会票 到期日记载方式的 有典型的就是 按到期日 进行了相当分类 A 建票 寄付 属于 对吧 B 定日付款 属于 C 出票后定期付款 属于 第四个 建票后定期付款 都属于 对吧 到期日的记载方式 所以A B C D 四个选项 均属于 20年的这道 单项选择题 根据票局 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票局的 相对必要记载 事项的 是 这道单项选择题 选出来还是比较 没有问题的 对吧 相对必要记载 事项 写不写都行 不写 法律会给你个 预设的规定 对吧 A 票局金额 不写给你多少钱呢 谁知道 对吧 B 票局 到期日 到期日而非出票日 他确实是干嘛 事项对必要记载事项 我们也做过 对比 C 成对时记载的条件 那视为拒绝 成对 对吧 错 四二D 背书时记载的条件 背书 条件无效 背书有效 对吧 爱写不写的 条件无效 背书有效 他并没有说 必须得写这个条件 所以正确答案是 干嘛 二号毕业选项 是属于一个 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做了相对的解释 尤其是成对 他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要付款 就立即付款 无条件付款 你不能付上 一大堆的条件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二一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票据需要提示 成对的是 A 支票 我们G期票据需要你 成对吗 银汇银本支 对吧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和支票 那答案也就出来了 是一个G期票据不需要你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 还有支票 银行汇银本支 不需要 那也就是二号币 商业汇票 才会涉及到 你需要提示成对 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正确栏 二号币 银行汇银本支 既其票据 不需提示成对 正确栏 二号币 多倒顾倒顾他 把这些类别 可能多一点 好 二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 需要成对时 成对人记载的下列事项会导致成对无效的 是 那这典型的就是非常爱出的成对付条件 对吧 正确栏是四号帝 成对付条件 视为拒绝成对 成对本身就是无效的 对吧 对 那正确栏就是四号帝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票据部分的最后一个考点 本票与支票是一个两性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比较高频的部分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大标题 本票及银行本票 块一 本票的出票 第一个绝对必要记载 是向表明本票的字样 无条件支付的承诺 在这用的是承诺而非委托了 因为他自己出票 自己付款 确定的金额收款人名称 出票日期和出票人签章提示 此时没有付款人名称 第二个相对记载事项 块一 银行本票未记载付款地的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 块二 银行本票未记载出票地的 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出票地 好 第三点 可以记载的事项 及任意记载事项 出票人如果记载了 不得转让字样 该银行本票不得转让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任意记载事项 或可以记载的事项 一般举的例子都是这个不得转让字样 块二 本票的付款 第一条 银行本票属于鉴票给付 无需承兑费 银费银本支 对吧 第二个 银行本票的提示付款期限 自出票日期 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 我们前面给大家编的那个口诀里 也都提示过 提示付款日期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忘了的 其实就多读几遍那些相关的口诀 或看看那些相当的表格 给日期归楼到一起去记 尤其是票据法 这一块 效果会更好一点 第二个 银行本票的持票人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提示付款的 及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 前手的追索权 当然你还是可以去追这个 谁 出票人 第四个 持票人对本票 出票人的追索权 消灭时效为两年 这个那个 汇本二支票六 追六再追三那 也都提及过 自出票日期计算 提示 被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 持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内 自出票之期两年 向出票银行做出说明 仍可以持银行本票 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 第二个代表题 支票 性质 支票是 既其票据 银贿银本支 多倒顾它几遍 银贿银本支 既其票据 第二个 出票人 可以是企业 其他组织和个人 也就是个人 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第二个 授权补计 事项 可以授权补计的 那就是两个 要把它给记住 金额和收款人名称 这是支票所特有的 对吧 我们经常看的那些电视剧 付婆甩支票的 例子 第四个 付款人 括一 支票的付款人 并未在票据上签章 并非票据的债务人 括二 支票的付款人 必须是银行 或其他金融机构 第五个 支票的付款人 有权拒绝付款的情形 括一 持票人 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 付款超期提示了 第二个 空投支票 那空投支票 也就是给你出票的 这个人 在遛你玩 他银行卡里 或银行账户里 没有一百万却给你签出来一个大于一百万的票据 导致干嘛 银行不会给你付款 当然空投支票 会对他进行相当惩罚 如果出空投支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其他组织 或者是个人 要么会对他进行处罚 当然个人也可以对他进行要求他赔偿 好 我们来做题 看一看 2022年的这道多项选择题 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支票的说法 正确的有 A支票属于远切票据 一看就不对了 您会引本支 记其票据 错了 A不能选 B支票的付款人 必须是银行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 对 因为你开支票 领支票 本也得去银行金融机构 去领 对吧 C支票的收款人名称 可以不记 对 那个富婆说 好给你五百万离开我儿子 不知道你叫啥 是吧 小妮子 你自己网上把自己的名写上去 那些电视剧 烂俗的这些情节特别多 你也就知道了 看看电视剧 有的时候还有点好处 C也是正确的 D支票人的出票人 可以是个人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正确答案 B C 第三项 我可以说的 我好想要的 我认识 你也会发生了 我认识 我可以发生了 你这种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